最近气温湿度高 台中雾峰区不少民众反映 住家和果园遭到游凶琉璃蚁入侵 虽然这蚂蚁不会危害农作物 但是密密麻麻爬满果树 可说是伤害性不大 困扰性却极强 明代今天就邀相关单位到场会刊 要来解决这个恼人难题 从树上剪下一串龙眼 拉近一看下子人整串都是蚂蚁 最近游凶琉璃以肆虐 让果农好困扰 人家没材料满 做成我们留学我们做老的 没材料收成 这样才算做老 要满真正 十天你就要洗油 不是洗面堂才会再洗 十天来你就要趁着满刷 你没十万 所以说这是很严重的问题 不止果树遭殃 地板上记着交边更是密密麻麻 就连民宅里面也不利 虽然这种蚂蚁对农作物没有危害 但扰民这点就真的很头痛 今年年间也都洗顶不错 但是因为这个流理鱼 把我扒尾条 基本没有材料 没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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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而且尾料才射出去了 对 英雄民众的生活 大家都很恐慌 实际到山区了解民众的困扰 明代早来相关单位办理线刊 专家也拿出法宝 都脚掉了 这只要危害了 连天人家 还是灶树 因为有地壳水 推着果树喷洒肥皂水 用物理方式驱赶蚁群 又能不伤害环境和农作物 防制有胸蚁 我们主要在农业这边 就是在大环境中 我们比较推荐是用 同沙尔基 再来就是用造树 建议还是 如果有在经营的果园 在前期 尤其是荔枝龙眼刚开始 一二月的时候 必须要做好前期的清源的管理 专家实际到现场 宣导正确的防制观念 由于这种蚂蚁会食用 牙虫和戒壳虫分泌的秘露 建议农民就要加强农地管理 跟中央研究单位这边 来请他们协助 看有没有好的防制方法 第二个就是我们也想 就是这个整个的工作习惯 我们怎么样来跟我们农友 去做这个教育 怎么让这个环境 更适合其他的天敌 或是让这个蚂蚁的密度往下降 透过环境教育方式 改善遗害问题 并加强田间管理 减守共生害虫 后续农业局也会持续 眼里对策 来协助农民解决这个 恼人的问题 然后我们将农民解农 nave 需要在协助农民解农的问题 手并建筑 黑草不会比较 如果将农民解农民解农 较难免川等的事情